宋飞输得一塌糊涂 眼睁睁看着二王妃上位 怕公主倒下后没靠山 马哈国王的情感生活很复杂 西夏的子女很多 几乎都是同父异母 跟赌王的家庭一样 太王原配虽然出身高贵 并且付出的最多 但是也是输得最惨的一位 两位王子空降曼谷 引发了外界巨大的讨论 马哈国王的态度也转变了不少 毕竟海外四子都是人中龙风 太王把他们接回来 目前来看已经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站在宋飞的角度上 简直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很多陈年王室也被翻了出来 即使玉昆家族不愿意 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马哈国王的命令就是圣旨 如今的二王妃一脉风光无限 甚至二王子有望继承大统 成了压垮宋飞最后的稻草 王室专家安德鲁爆料 怕公主已经被一生宣告脑外 即使能够侥幸活下来 余生也只能靠机器维持生命 宋沙瓦丽十九岁的时候嫁给马哈 生下怕公主后直接失宠 婚姻不幸福身体也不好 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情敌一家上位 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苦楚 但还是覆水难收无能为力 曾经的玉昆家族呼风唤语 现在变得低调多了 甚至在王室的话语全越来越低 不得不感慨一切都是命 在普密彭国王的计划里 原本宋沙瓦丽是下一任王后 但是现在却彻底沦为宫斗炮灰 除了学历 家世和颜值之外 健康状况也很重要 甚至成为压垮宋飞的最后一根稻草 按照泰国王室的惯例 每次宋沙瓦丽王妃过生日的时候 她公主都会陪伴在母妃的身边 但是今年宋飞母子却没有露面 最让泰王原配难以接受的一点是 当年的情敌玉瓦提塔 如今却改头换面又回来 不少王室专家都认为 马哈国王的内心已经动摇 接下来很有可能册封王主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宋飞母子简直一败涂地 甚至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外媒爆料怕公主余生要靠机器维持生命 宋飞也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公开亮相 命运真是苛呆着对可怜的母子 苦心经营多年 兢兢业业为玉瓷家族服务 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局 当初玉瓦提塔介入宋飞的婚姻 甚至以第三者的身份生下五个孩子 直接威胁到原配的地位 曾经大费周章将二王妃母子赶出去 现在却彻底无力回天 只能看着昔日的情敌风光无限 宋沙瓦丽王妃一生都身不由己 代表家族接受政治联姻 婚后却不被马哈善待 如今更是杳无音信令人唏嘘 从民众的反应也能看出 大家对二王子很喜欢 甚至希望他亡者归来 怕公主轰然倒下之后 宋沙瓦丽再也没有大靠山 余生也只能在轮椅上渡过 甚至连自理能力都没有 事实证明海外四子都很优秀 随便拎出来一个都能继位 并且马哈已经蒙生了这个想法 宋沙瓦丽当初为了娘家的利益 选择离婚不离家 之后还得到了义母妃的头衔 现在看来都不再重要 王室专家安德鲁认为 之所以二王妃已迈如此嚣张 根本原因是怕公主已经倒下 马哈国王作为一国之君 必须依靠理智处理问题 只有海外四子看当大任 否则未来君主之统治 很可能不复存在